原创作品既然是被他人盗窃 是越偷盗越贫穷 越占便宜就越吃亏 将视频进行一个确权保护 下载的这个按钮给插掉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不聊历史 我来吐槽一个让我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平台上面发布的原创作品 既然是被他人盗窃 搬运又发到了其他的平台上 因为我在他发的这个平台 没有做到实时更新 于是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把我的视频是全部的搬运到了他的这个平台上 目前我看了一下 盗窃我视频的这个人 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更新了我的36个原创作品 我截个图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播放量的大概有个4000 3000大概这个样子 我说一下我是怎么发现的这种行为 就是最近呢 我开始在那个平台上更新我的一些视频作品 就发现了这么一条提示 说这个推荐受影响 原因呢 与其他创作者发布的内容重复度过高 我当时还很诧异 就以为我的某一条视频有重复性 这个也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又陆续更新了四五条 发现呢 全部都是这个提示 我就知道了 事情呀 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呢 我就点开这个作品申诉的按钮 点进去一看 查看那个重复视频 好家伙 和我一模一样的名字 已经发了30多个了 更新的呀 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就突然想起来呀 当初我在这个平台上去注册我的这个名字呀 穿于日记 提示注册不了 说是有重复 当时呢 我就没怎么在意 因为名字重复也很正常嘛 又不规定这个名字就只有你可以用 对吧 我就没有在意 因为我呢 本身粉丝也不多 我是刚开始才进行这个历史类的视频创作 大概呢 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 粉丝呢 也是在一个缓慢的增长中 毕竟也有限 对吧 所以我就想着 我这么一个小角色 小视频主 应该会没有人盯着我吧 哎 万万没想到 这些盗窃视频的人啊 还真的就对我这种 这这这种档次的啊 视频主下手了 可能我呢 属于还是有一点小心心 哎就跟前几天我聊的那个楚汉争霸里的项羽一样 还是太单纯 所以这些盗窃的人啊 就要给我上一课 哎 让我是充分理解到啊 这个视频圈的险恶 对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视频被盗的 全部经过 啊 为此呢 我也是做了一个总结 分享啊 就给所有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第一条啊 就是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就是保持这个主流平台的视频更新 千万不要懒惰 哎 你一懒啊 就给了这种盗窃者可乘之机 那么我发了哪些主流平台呢 哪些播放量好 收益高 这些心得呢 我们也可以交流 到时候呢 我也可以发给你 当然最重要的呀 还是要保持好各个平台的一个更新度 哎 不能断更了 不然呢 就给这些人啊 是留下了可乘之机 第二条 就一定要把这个允许他人下载的这个按钮啊 给插掉 那么我是以西瓜的创作平台为例啊 一定要在这个下载权限那里啊 把这个允许他人下载的勾勾给插掉 禁止他人下载 一定要禁止啊 我就是没有插这个勾勾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血淋淋的教训 那当然呢 那些专业到视频的人 他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对吧 这些呢 我们暂且先不谈 但至少呢 他通过那样的方式下载下来的东西啊 清晰度没有那么高 一定程度呢 也可以影响他视频发布的质量 那第三条呢 我是留给有条件的朋友们 哎 为他们准备的 就目前而言啊 规避这种搬运行为的最专业做法 是将视频啊 进行一个确权保护 当然呢 这可能比较适用于那些将视频 拍视频作为主页 或者是一些头部创作者 因为毕竟需要一定的费用嘛 那经过这个确权保护之后呢 就会拿到一个电子证书 以后呢 再遇到侵权的这种行为 谁搬运我的视频 拿着这个证书啊 让他删除 对方如果不删除 就等着被起诉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总结的三条办法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也吸取我的这个教训 不要犯下我这个同样的错误了 不过有一说一呢 现在互联网高速发展 不仅是我啊 很多视频主都面临着这种被搬运 恶意剪辑 冒名顶替的这种行为 对吧 那可能有些人呢 就很生气 很烦心 本来呢 这个视频创作收益就不是很多 对吧 还被这些乌合之众呀 给分流了 干活的动力 就都没有了 可能心里啊 就诅咒了这个盗窃视频的人啊 是一万遍 但是呢 也许这个盗窃的呀 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 也许呢 只是一个开发的程序 或者是一段代码 或者是一个软件 就自动的呀 把你这个平台的视频 全部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开发这种程序的这种行为啊 那也是一种罪 你知道吗 可能现行我们所处于的这个空间维度啊 是哪里没办法 对吧 因为现行的法律也不可能说 你盗窃了几个视频啊 哪怕是几千个视频啊 就去捉理 那不可能 这不现实 但是呢 我不知道啊 你相不相信英国这一说啊 虽然你盗窃的呢 不是一个实体的物品 对吧 盗窃的只是一个虚理的资源 但是呢 你这种行为的本身啊 它就是一种偷盗 按照佛教里所讲的英国呀 凡是有偷盗 或者是占小便宜的人 那么这种行为呢 会导致你啊 是越偷盗 越贫穷 越占便宜啊 就越吃亏 你不信啊 你可以去看看身边的例子 你可以去看看 凡是那些搞偷盗的人 哪一个能有很久的财富 当然我不否认啊 某些人确实是可以靠偷盗他人的视频 短时间内可以致富 挣上一大笔的钱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是挣了这笔钱 对吧 但是你损耗的呢 是你人生的福报 损耗这个福报的后果呀 很严重 也许呢 是一场重病 或者呢 是一场飞来的恨祸 你无法预知 这个呀 取决于你所种下的那个恶业 究竟有多少 所以一经上就说啊 厚德可以在务 一个人呢 有多厚的德系 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人呢 一定要多积一点应得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我也希望搬运我视频的这个人呢 如果你看到了我新的一期 这期节目 希望呢 你是能迷途知返 不要再干这种偷盗的行为了 好不好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啊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 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呢 我希望你能给你的后代树立一个榜样 多做一点积德积福的事情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 我就拍到这了 在此也声明一下 我这个频道 穿云日记呢 是做历史类知识分享的 当然呢 也不仅仅局限于历史 还会穿插一些我对世界的看法 包括对一些现象的认知 等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也欢迎点击关注 这样新的视频呢 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了 好了 那么我们下次见 拜拜